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今天店长要带大家来到柏林 在中世纪柏林的历史上 据说确实曾经发生过惩罚巫术的一些案例 古代的德国人他对女巫的信仰其实起来已久 不过德国人认为 女巫最终还是选择了背叛上帝 跟魔鬼结盟 人们相信这个女巫可以使用天气魔法 或是邪恶的眼睛 来伤害人跟动物 一些无法解释的 比如说像一些无法解释的 猝死的案例 跟异常的自然现象 甚至说是收成失败的时候 人们就会怀疑这个是女巫 失了黑魔法的缘故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讲这个柏林 几位著名的女巫 时间来到1553年 在柏林住着两个邪恶的女巫 他们可以制造风霜 血雨和冰炮 还可以破坏农作物 影响收成 人们说他们曾经从邻居那里 偷走了一个小孩 不禁把小孩子杀死 还肢解了孩子 把他们丢进了被诅咒的大锅中煮汤 那个孩子的母亲 为了寻找失踪的小孩 来到了女巫的住所 未曾料想 他竟然亲眼看到了 这可怕的一幕 大锅里正滚着孩子的四肢 惊吓中 他不知该如何报仇 默默的逃离现场 转向议会 报案 议会接到消息 便立即派人捉住了这些妇女 并将他们俘虏 严刑拷打之后 得知他们杀害孩子 是正准备制作一壶 带有黑魔法的酒 女巫的酒将带来一场风暴 一场冰霜大雪 他们想毁掉所有的花朵 和即将采收的果实 他们想因此 而得到魔鬼的赏识 最终他们被人们 带到附近的高地上 被炙弱的火钳夹住 活活的给烧死了 柏林还有两个 像这样的女巫 有一天他们同时 聚在一个小酒馆里 两人面前有一个 装满水的水壶 他们在里面 撒上了黑色的粉末 不停的搅拌 还喃喃自语的说着 很多 听都听不懂的话 旅店的老板 觉得这两个女人 很奇怪 便在墙上挖了一个洞 躲在暗处 偷看他们 到底在做些什么 他听见其中一个 问另外一个说 你想要什么 是为了玉米 还是为了酒 他回答 两者都是 他又问 什么时候 摇晃着黑药水的 女巫说 明天一大早 在露水落下之前 女巫们之后 被上床睡觉了 机智勇敢的店主 悄悄的走进了房间 拿起了那瓶黑药水 直接撒在 睡着的两个女巫身上 随即喊道 就是你们两个 在那一瞬间 瓶子里的黑药水 结成了冰 把两个人 紧紧的包裹起来 就像树皮 贴在他们两身上一样 他们被自己的黑药水 冻僵了 没多久 便自喜而死了 人们田地上的玉米 和葡萄 也因此而获救了 好 那这就是这个 柏林女巫的传说 店长觉得在那个 时代背景之下 相信这个巫术 应该也是一种 很自然的民风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 有时候都还会去 收金 这个其实也算一种巫术 不过这种找不到 替罪羊 然后 那种众口 塑金的这种例子 实在也是蛮可怕的 那你这个古装电视剧就常常演这种 好 认真说起来 其实现在这个网络暴力 这种 就是 猎屋欣喜的这种状况 跟以前比起来 好像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这就是所谓是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那靠谱店长 我们下次见 再见